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 好了 我还没有空去拿回乡卡 其实今天还没有 今天还是Hollywood 自从上星期五 五六日一 人多了两个假 放了二三 星期四昨天清明 又放了 今天十几天假 五六日一 二三四 五六日 十天假 就说去欧洲还可以 好了 所以市面还没有什么气氛 我觉得这样 不知道阿正怎么看 你觉得北上消费的气势 会长久 很久 很久 那些人都习惯了 每个星期要不去 心思思议那些人 我希望是这样 我希望 因为现在有一班 其实是 趁热闹 每个都去 难道我不去吗 我觉得是有的 有的 你问我 上面都有贵东西 肯定有的 但他们一定是稳定 跟香港相比 差不多 但便宜很多 我相信也是 但你还是要时间的 也会累的 最会常上去的班 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 他有 拿了两元车 那些就真的上去 你真的没得搞的 喂 他 譬如那天那个女人 说是柴灣 他乘两元的车 我不知道有没有车 直到连航 去到上水粉丁 或者 再搭两元车 去到连航 四元 回去玩 他有时间 他有人事 回去饮食 搭回四元车 我觉得这些 真的走不掉 但这些就不是香港 零售服务消费的 的表表者 这些不是的 最适的班是哪些呢 应该是三四五十岁的在职人士 但那些呢 其实很大部份 就去移民了 那些人 你真的会累的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们没有上过去 我就不会怪任何人 我甚至乎 我不会说那些 香港死了 你们都有责任 因为水向低流 这个当然 哪里有好处 就是这样的 那你有什么计算呢 是吧 那说来说去 香港做好些 主要你那些人 连来街市 超市都上去 是啊 表里面 花 就是等于澳门 澳门 澳门一集半钟上去 没有的 澳门几十年来 你问一下澳门有 他说基本上 除非突然套我下去 下面吃碗面 那些 如果不是基本上 他们是慢慢收工 吃饭就过去 你问一下澳门有 香港持续都是这样 那你呢 即是 你就很麻烦了 但我就不要说 你当日有没有想过 你那时候想着 大陆人会下来 顶住高级消费 他说 他不是傻 其实呢 如果香港的 环境仍然很好 经济很好 那我觉得都 没那么惨 因为 你总有些人 让我洗得起 我找到嘛 那河必要 周固来论的 你好像我 最近我一早上到吃饭多 那条我不知道什么街 不是妙街 那条应该是妙街 那条短短一百多米的街 有十几间 竹肉店 十几间 那些 那你不是 未开关之前 我想他们为什么会开到这么多 真的有的 你开了一关 我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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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又怀疑他们怎么做 很好奇的我 我想 所以 现在我上次说过 很多老友 其实我认识一些人 他们不是在喝 可能还是 不是在虧 但是已经看到 我最厉害就是 我最厉害就是不虧 一个不小心就输了 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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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哪 好难 要收牆 要收拾手尾 找牙医 他说 那就不是很担心了 他说亲身体验过 已经感受到内地牙医一样专业 加上环境 教香港宽敞和舒适 所以有信心的 他说之前没做过就不知道 只是听人说 现在我都觉得OK 那我希望你OK 问心一句 我呢 就觉得这样 他不OK就不能走那么久 这件事你不能这样说 但你说他是不是没事呢 可能香港也有事 因此 就是问题 如果一只半只 我用一般人来说 可能都真的 都在香港搞 但如果像这些 我想象到是哪些人 就是红柴牙 牙齿本身身世过程 又不健康 本身牙齿不漂亮 如果生到十六万多 五十多万 就真的没办法 就真的 就是这个选择 好了 另外呢 陈太在加拿大回来 他说呢 因为移民未能适应 当地生活 独自回流 他说之前去美孚 一家 診所的中牙 效果不好 就去执手尾 但负责的牙医 就移民 去找其他牙医 拒绝和他执手尾 最终呢 他说呢 经过朋友介绍 尼亨深圳求医 陈太说 他不明白 香港牙医诊所的行规 他说 那么有趣呢 不是帮診开 就不会和你执手尾 要找个特别的医生 我觉得 我知道的 但是如果 你说我帮診开医生 死了 我帮診开医生 叫你移民 那我不觉得他会不和你执手尾 是吧 最多就是剝过做过 给钱的嘛 那陈太说 深圳就没有这个前规则 他说接受中牙之后 对内地的医疗服务大为改观 那麽说 那我就不看这些 我都不周围线稿 还是新闻报导 各位网友 试下他知道 各位网友 我不需要 因为其实 我看回他 那麽说他的价钱 那 他说深圳民营牙科诊所上见的 餐考价 洗牙大约180-300元 哇 那麽便宜 但是香港 三四百元 那便宜的是有的 三百五元四百元有的 不是没有的 保牙 三百至五百多元 都有的 香港其实有些 是那麽上一价 剝牙 就二百至五百元 香港都有那麽上一价 我帮診开那些 你说是 即我又不觉得便宜很多 但是你说 什麽伤牙那些 就可能差一点 你现在洗牙是多少钱 八百元 那你都算贵在哪里洗 在牙医那里洗 当然是牙医 即是哪区 乐府 那那便干嘛 那样英伤 那是名医 是 不知是名医 我洗牙一匙 即是不是护士洗 那医生洗 那医生洗 那一定 那医生洗 我就会帮助医生的 我一般呢,如果是質疑充一些老鬼,我真的在那裡,洗牙好像五塊水,四五塊水,我想,如果我經常在慈雲山自己開的那個,那是三四塊水的,不過是很快的,我覺得有時候快了,就是五,可能現在自己開的比較好,我會再上去的,OK,話說回來,我真的夠僵了,我去年七月,我去年七月,發覺牙左邊有點痛,於是去補牙, 那個牙醫跟我說,現在呢,你住得多深的,我就不用,我就用一些臨時物料給你補住先,那如果你沒有痛到呢,三個月後,即是十月,去年十月,就來換回那些perman的補牙物料啦,如果你中間痛就馬上來了,即是可能我要到牙根啦,這樣說,那結果呢,我補完,我當然沒有痛啦,那叫我十月回去,現在是一月十四月,我都仍在用那些,啊, temporary的補牙物料,那我想我都,其實懶的,我都要去的,我很多東西都好,頭痛的那些,約了人家幾個月,即是跟我捏骨,我都未去,那我又不覺得去,即是,香港真是貴的那樣子,但是傷牙呢, 這件事大件事在甚麼呢,你如果這樣搞法呢,不要說香港牙醫,你香港醫療,你真的太貴了 現在香港就是這裏的大問題,那為甚麼以前貴得,有道理呢,找到啦,氣氛不同啦,所以說香港難不難搞,其實,是他們無人講的嘛,我們都不會在這個節目上講,香港真的很容易搞的, 小豪,減兩樣東西,加炒幾個傢伙,搞得定了,跟著那些人回來,你信不信? 是啊,搞得定了,很容易而已,不會的嘛,好啦,講完這一次新聞先, 這一個呢,是我們較早前講過的,這就判刑了,這一個是含家產才含家產的,但是這樣的含家產是判48個月, 即是令到我覺得,司法呢,有時候真是很奇怪,原來我拿一塊東西,進去逗留五分鐘在立法會,就是暴動,我不跟你爭吵,但是,喂, 是六七年,六年多啊,都在家,都有計女,十三歲的計女,抓波刮細,48個月,喂,不是親生的,沒那麼嚴重, 基本上,基本上,你,對一個少女,十六歲以下的,你就算她同意,也有犯法啦, 更何況是不同意,而最重要的是,喂,她是繼女啊,你是家戶人之一啊, 她應該是一個最安全的地方,受到這樣的侵害啊,不要說20年又離譜的, 雖然說是自願、自願、自願、充電,我覺得九年、十年之類的,量刑起點, 九年,都沒有什麼得點減的,即是很惡劣,不是九年嗎? 但是現在她是48個月,她行為良好, 好,把兩年名出來啦,反而你不要犯國安罪啊,實實啊,是吧, 原來是常態來的,沒有多減刑系, 喏,這個毛孽漢被指在前年,前年,2002年, 在老婆家裡,非禮當時,十三歲的繼女, 那麼,毛孽漢被捕之後,變稱, 她說,我沒有非禮過去啊,我只是在她的床上自己打飛機啊, 她也很無恥啊,OK, 你在人家的床上打飛機,為什麼要想這些呢? 這個毛孽漢,早前經審判後,被裁定非禮, 以及向十六歲以下,呂同作出威脅行為,兩條罪, 今天被這個區域法院,法官念錦雄,判監48個月, 你真是輕手,連官說,你違反誠信, 利用你年齡,身形,和和事主的關係,凌辱, 至凌少女,基本上是剝奪了少女的童年, 首次性行為亦近乎強姦, 啊? 首次性侵行為近乎強姦, 我以為是性行為, 判刑需反映社會對此行為不恥, 不恥就不是四年了, 我真的七、八年最少就不能走, 代號LCK46歲, 兩年前44歲的被告, 那,法官引述這個事主的報告, 事主即是少女, 她本身家庭背景複雜, 案發的時候, 案發之前, 曾經因為服用過量藥物而入院, 她本身這個女生都是很, 都什麼的,都不是複雜, 是有點淒涼, 案發後,事主有中度抑鬱和邊緣人格的特徵, 有招累自卑和自殺行為, 需要接受長期監察, 那,法官說呢, 這個案件最嚴重之處, 是被告作為事主的繼父, 案發前, 案發之前, 兩個人關係是親口, 原來女兒都很疼她老爸, 這樣就增加壞掉, 首次性侵事件發生的時候, 被告的自寧兒子, 亦都在床上面, 哇, 法官說, 法庭需要向社會發出清晰的訊息, 這個行為不但缺德, 而且, 而且, 而且是犯法的, 干犯者會面對嚴重的後果, 最終就兩項控罪, 供判囚48個月, 哦, 這樣, 好了, 現在, X的老母Y, 和X的老爸離婚之後, 他老母在2013年, 和被告結婚, 2013年是11年前, 現在, 這個繼女是15歲, 11年前, 即是4歲, 他媽媽和這個繼父結婚, 4歲, 薄有記憶, 但在印象之中, 我相信, 他就一直都當他是老爸的了, 即是家中唯一大男人, OK, 結婚之後, 他老母, X的老母, 和這個受父, 受育, 亦都生了一個9歲的兒子, 即是當時9歲的兒子, 即是2013年結婚, 2012年, 即是說一生, 即是差不多是一結婚一後, 之後一年就生了, 案發的時候, X和弟弟, 和媽媽, 和被告一起住, 被告呢, 和X在那個單位裡面, 根據X的錄影會裡面說, 當日下午, 他和弟弟和被告, 一起在房間裡面, 睡下午搞, 期間, 睡一覺, 被告即是受父, 突然間伸手, 入他的上三道, 拿去對球, X很害怕, 13歲當然害怕, 都不知道, 當時沒有, 當時13歲, 現在15歲, 他沒有, 所以他不敢動, 即是動都不動, 抓了他10分鐘之後, 嘩, 都抓了很多, 被告就再伸手進X的褲子, 摸, 兼顧用手指插盤下體, X想拉去他的手, 在隔壁的弟弟, 亦都覺得, 為什麼要動一動一動一動, 什麼事啊, 姐姐, 被告就說, 沒事, 接著就叫X, 即是叫被害人一起出房, 好了, X隨著被告, 去到大廳的樓架床上面, 被告呢, 就爬上他身上, X感覺到, 嗯, 難道老爸想吵我, 他感覺到很害怕, 於是就主動提出, 嗯, 老爸啊, 不要搞我了, 不如我和你打飛機吧, 大約五分鐘之後, 他真的和老爸打飛機, 被告就射精了, 根據同意案情, 和披露相關的發現報告, 在X的床上面, 即是陸架床上面的床單, 和睡衣褲都驗到被告的精役, 被告在警察黨就說, 沒有啊, 我只不過是趁女兒, 去廁所, 我不是在廳上打飛機嗎, 射到那張床, 我說好了, 無恥的, 其實老實說, 就算是女兒去廁所, 咦, 女兒去廁所, 然後馬上走到那張床上, 打飛機, 死了, 好了, 48個月, OK, 另外這件事, 快說, 我們嘉賓來了, 就是說, 有個女客答, Hong Kong Express, 是不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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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Check-in的時候, 他說, 希望一家人一起坐, 但是, 誰知道, Check-in的時候, Hong Kong Express, 就把他們, 家人, 打散了, 於是, 他就要求對方重新安排, 我看下的人就說, 轉位要付錢的, 事主生氣爆了, 他說, 我12月, 先去過, 都是可以請監察安排, 現在就說不行, 他說, 搭了那麼多年, Hong Kong Express, 都沒有試過, 當然, 他就說, 出Post, 為甚麼結果, 反而給網民表, 為甚麼呢, 你上次得, 那個叫做人情, 加錢啊, 大哥, 因為, 凡是搭廉航, 你指定位置, 都是要付錢的, 其實現在, 不要說廉航, 現在有時候, 我們搭, 即是, 普通的航空公司, 如果我想指定那個位置, 在 before check-in 之前, 很多時候, 都一樣要付錢, 即是, 吵你了, 廉航, 老實說, 他給了一個位置, 你是好位, 即是, 我不知怎麽是好位, 即是, 好位, 你不喜歡我, 是要喜歡hite的位置, 他都要你付錢, 喂, 老實說, 你指定位置, 當然要付錢, 那下次, 你說, 我們, 我不回答他, 那你就不要回答他, 喂, 記不記得上次, 阿正出位, 就在這個, 就吵咬那條八婆, 不過那條八婆, 真的夠強, 這樣被人吵發呢, 那條八婆, 是買廉航機票, 就不坐自己的位, 走上去坐, 坐前幾個位, 那跟著呢, 那些空姐, 叫他, 小姐這裏不行的, 叫他坐回後面, 他坐回後面, 轉頭, 那空姐一走開, 他又坐回前面, 他又坐回後面, 就有第三次, 三番四次, 人家再叫他坐後面,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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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當然, 那些女士, 不要說, 條片出來, 有幾多十萬看見, 那些女士, 都對阿正零眼相看, 因為感覺到 她是, 英雄夠美, 因為, 這些事情, 她們不能吵嚇, 但這些人還要吵嚇, 吵到你, 還會上出Post, 我說不想答香港Express, 就好限格, 不送, 你又答貴一些, 好,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